年轻时候的肖荣妇 是个有沟通障碍 内向及孤僻的人 直至踏入45岁 他缓下步伐 回头重新审视自己 当时生活是稳定了 但内心人不踏实 朋友不多 社交圈宅小 害怕自己会越老越孤独 于是 他认为是时候做出改变 期望过不一样的人生 可能上天给我一个任务 也是一个使命 在这个任务 这个使命完成的时候 比较推长 不管要好还是多好 比较划大方向 不要再去 那种好像那种掌声 那种赞美声 那种属于 就是一个过眼医院帮我 肖荣妇在退休后 成为义工加入文良港禁院慈怀之家 担任全职驾驶员及援助护理 每天24小时全心全意照顾临终病患 如意误为病患洗澡 清理排泄物 清洗鲜血淋漓的伤口 载送病患 陪病患聊天及陪病患安心入睡等 不仅如此 他还自当榜样的感化患者转当义工 及成为捐大体工教学用途的大体老师 我实际上会感谢他们 就是因为你们给我机会 我才有机会来选择 如果是你们不给我机会 我根本不可能有这种机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